SPM201这一题 它的Fx是这一个 它的GradientFx是这一个 还有我们找H跟K 这一题其实它有两种方法来做 然后一种方法是我Integrate 就是说我这一边来这一边的时候 我做Integration 然后另一种方法是我DYDX在哪来比较 所以这一个是在那个DYDX这一刻 所以我们就用DYDX咯 So我的Fx我重新写过 它是Hx3加Kx-2 So我的Fx呢 它就会变成3Hx2 然后-2Kx-3 然后在这一边 这一个其实是3x2 -96x-3 所以在这一边我们比较 X2跟X2比较 然后我的这一个 X-3跟X-3比较 所以我这一边我就有3H等于3H等于1 然后-2K等于-96 K等于-96除-2 所以它是48 OK 所以H等于1K等于48 所以这样的情况之下我的Hx呢 就会是X3加48 X-2 它要找turning point of the graph so turning point of the graph的时候呢 就是我的F'X等于0的时候 所以这个它已经有了吗 F'X这个我就不用自己找了吗 所以就这个东西等于0 所以我在这一边我就拿到 它没有要我们找出它Y的部分 so如果它要找Y的部分的情况之下 我的F'X2呢 会是等于2 2 power3加48 2 power2 OK 所以它的这一个是 2 power3 然后加48除 2 square 所以是20 所以这一个是20 所以它是2多号20 OK 好 到底是maximum还是minimum的话呢 题目也没有要求啦 但是其实我们可以做的 就是说在这一边 我的这个F'X呢 刚刚的这个F'X 其实是那个 我在找F'X so我的F'X呢 其实是3X2 减96X power减3 OK 3X会减96X power减3 F'X就会变成6X加 这一个96乘3 288 288 X power减4 所以我的F'X2呢 就会是等于 62加288 2 power4 所以622加288 2 power4 所以是30 大过0 所以这个是minimum point 来的 好 就是这样 但是这一些都不需要了啦 所以做到这边就可以了 这一些都是属于Extra 这一些都是Extra 好 对